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八篇的导演被讲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先一同来宣读第八篇的篇题 基督作为祝彭杰,并作为那林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信徒流出来 好,那这一篇呢,这个篇题就带我们来认识基督作为祝彭杰 并且呢,还有基督作为那林 好,所以呢,这一篇呢,就,好,我们若是等一下进入 我们就会发现这篇只有两个大点 就是在讲,第一,基督作为祝彭杰 第二,就是基督作为那林 并且他作为那林呢,那林要如同活水的江河 从信徒流出来 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一篇最关键的引经 他最重要的引经是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好,那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 三十九节我们一同读 好,我们一同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林说的 那时还没有那林,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在七章三十七节这里说到节期的末日 好,那我们再往前看 在七章二节这里,他就说到犹太人的祝彭杰尽了 好,所以这个节期的末日,这个节期是指祝彭杰 好,那也是在这个时间点 主耶稣借着犹太人的祝彭杰在那里揭示他作为祝彭杰 好,然后呢,在七章的三十八节 他这里有说到信入主的人 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好,然后呢,到三十九节这里就说到 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林说的 好,所以呢,前面这里有给我们看见 基督作为祝彭杰 后面就给我们看见 基督要作为那林 就这一般信入他的人将要受那林 好,所以他要作为那林 并且呢,信入他的人 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好,所以这就是偏题 基督也作为那林 就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信徒流出来 好,谢谢主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影经 下面的影经是立位记的23章 三十九到四十三节 这一段是祝彭杰的记载 好,在立位记这里是一个祝彭杰的记载 那请弟兄姊妹呢,可以再看一下 在下面第一大点、第一重点的最后一个影经 有一个立位记23章的三十四节 好,那这一段呢,其实是一段在关于祝彭杰的记载 好,所以呢,在三十四节这里说 这七月的十五日是祝彭杰 好,祝彭杰 然后接着呢,就说到这祝彭杰 三十九节说到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 从七月十五日起 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好,这是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祝彭杰 第一个祝彭杰要做的事就是要收藏地的出产 好,其实就是要 那时呢,是个收割的时候 所以是要收割神所赐美帝的庄稼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在祝彭杰看见的记载 好,接着我们来看后面 好,接着我们来到这个四十节 好,四十节这里说 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欢乐七日 好,所以呢,祝彭杰是一个节期 好,所以要欢乐七日 好,这里给我们看见祝彭杰就是 我们要来享受 好,我们要享受来得满足 好,那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到立位记二十三章的四十三节 好,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四十三节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彭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第三 在祝彭杰的记载中 很重要的是就是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所以呢,这里可以写一个叫做纪念 祝彭杰呢 神设立祝彭杰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做一个纪念 做一个纪念 叫他们能够世世代代的都知道 好,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函是一个纪念的思想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祝彭杰的记载 有三个很重要的事 第一个就是要收藏地的出产 第二个就是要欢乐七日 好,就是要享受以得满足 第三个就是要让你们世世代代的都知道 就是要做一个纪念 好,所以呢,祝彭杰是一个纪念 好,那接着我们请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来两两导读第一大典 连同第一大典的一二三四终点 一二三四终点 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的祝彭杰 我们可以赞养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英 好 聆业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一大典的一到四中典 那弟兄姊妹 若是你们有这个研读问题 你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那这一篇的纲要 其实是借着研读问题 都帮我们把这篇纲要的思路都串好了 若是你有这个研读问题 原则上他已经帮我们把思路都串好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读的问题 第一题就说到 请说明祝鹏节的意义 好 这个祝鹏节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第一大典的一到四终点 就给我们看见祝鹏节的意义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祝鹏节 好 祝鹏节的意义呢 就是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祝鹏节 那玉月节就表征 基督作为神在法里面救赎的开端 好 那这个的记载 这种姊妹有印象的话 其实就是上一篇 好 上一篇 其实主是在玉月节那里 揭示祂是生命的粮 阿们 而到了这一篇 到了约翰的七章 主就借着祝鹏节来揭示祂是纳灵 好 所以呢 在祝鹏节这里就表征 基督作为神在圣经一面 完全救恩的完成 好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其实可以记一个点就是 这个祝鹏节是一个完成 好 第二 第二重点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祝鹏节呢 这个名称里的鹏就含是纪念的思想 好 所以呢 第二给我们看见祝鹏节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 祝鹏节是一个完成 第二个 祝鹏节呢 就含是思想的 纪念的思想 含是纪念的这个思想 好 那这个纪念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神设立祝鹏节 是要以色列的子民 纪念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时 曾如何住在帐篷帐墓里 好 这就是这个纪念的思想 好 第三 给我们看见这个祝鹏节 这个祝鹏节呢 就是相调的真实图画 祝鹏节就是一个相调的真实图画 因为祝鹏节就是来过节 所以其实就是要到神的面前 要欢乐七日 所以我们都是来在这里一起 过这节 敬拜神 并享受他们美帝的出产 乃是一幅相调的真实图画 好 那第四 就让我们看见祝鹏节的实际 好 祝鹏节的实际 乃是一个享受的时候 好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祝鹏节的实际 好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关于祝鹏节的意义 好 我们请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两两对讲 好 那我们 我们ay 好 没 好 我们 我们 亚 我们 这一段 我们 编码 少年 月 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是不是能够请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到前方来我们可以操练一下 你们 感谢主 第一大点说到了这个祝彭节的意义 那第一终点说到逾越节是法理救赎的开端 那祝彭节就说神在生机拯救的完成 所以他在说这个完成 那第二终点说到这个祝彭节有个纪念的思想 纪念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时 这个如何住在帐篷 帐幕里 所以有一个纪念 第三个说到这是一幅相调的真实图画 是因为一同的来过节 所以就是一幅真实的相调的图画 那最后说到最后说到这个祝彭节的实际 就是说到我们享受我们纪念如何经历神 跟神如何与我们同住的这个实际 阿们 阿们 第一大点说到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祝彭节 以下下面四个终点说出祝彭节的意义 第终点说到祝彭节事实上是完成 因为玉月节表真基督作为神在法里一面救赎的开端 祝彭节表真基督作为神在生机一面完全救恩的完成 第二说到祝彭节的棚里面有纪念的思想 要以色列的子民纪念他们先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如何住在这个帐篷帐幕里 第三祝彭节有相调的意义 因为当以色列人来在一起乃是过节 并且要欢乐七日 最后祝彭节的实际乃是一个享受的时候 要纪念我们如何经历神 以及神如何与我们同在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住在帐篷 神住在帐幕里 这里就有祝彭节的实际说出神与我们同住 阿们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前面的这一段 弟兄在开头的时候其实他有特别提了一段 那我想说就是我们一同的复习一下 弟兄其实在开头的时候有提到说 当我们说到这个祝彭节的时候 我们就要认识玉月节其实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起 他就函视我们这个人人生的开始 那说到人呢要寻求满足 结果呢却是饥饿 结果却是饥饿 那祝彭节是什么呢 祝彭节就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起 这函视人生 人的一生的完满和成功 那但是呢我们刚刚所读这个经文 他有说到这个节期的末日 那这里却说到人若可了要到主这里来喝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人的一生的完满和成功呢都要到尽头 结果呢人是干渴 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在这里 六章所启示的玉月节的情景中 主就说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 要满足人的饥饿 在七章就是这里所说的祝彭节 在七章的祝彭节这里的情景中呢 主耶稣就应许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来解人的干渴 所以呢一个是解人的饥饿 在这里就要解人的干渴 好我们接着请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来导读 这个接下来的五六跟七终点 五六跟七终点 对 还第七 朱铭节是最新日大了 没有人的状态 接觸上的考試要終極完成維持南京的國際 作為最順的優勢 最好的終極完成維持 由於同時維持領域 對此完成維持頓的團團享受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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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五六七終點 五六七终点就是研读问题的第二题 这里说到新耶路撒冷 如何与我们有份于祝彭节有关 所以五六七就带我们来看 祝彭节与新耶路撒冷的关系 祝彭节与新耶路撒冷的关系 好 第五终点说到 当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做祝彭节 团体的来在一起相调 好 享受基督的丰富做美的出产 这就提醒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享受祝彭节 是要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要继续的往前 提醒我们往前 我们人在旷野里 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 这永远藏目的安息礼 好 所以呢 第五终点就给我们看见 当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做祝彭节 我们还需要受提醒继续往前 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或者我们还没有进入新耶路撒冷 所以在这里说我们提醒我们 人在旷野 我们要往前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这永远藏目的安息礼 好 第六继续说到 新耶路撒冷称为神的藏目 是为使新耶路撒冷第一阶段里的得胜者 纪念他们在地上生活时 尘如何也住在帐篷里 是客履 是寄居的 盼望那永远的藏目 神所建造的尘 就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 这里弟兄姊妹或许可以写一个词 叫做纪念得胜者 这是李弟兄在约翰福音结经读经那里 所下的一个标注 这一段叫做纪念得胜者 也就是在这里新耶路撒冷称作神的藏目 他是为了要使这一般第一阶段的得胜者 他们纪念他们 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盼望那一个新耶路撒冷 盼望那一个神与人相互的住处 好 再来第七终点 第七终点就是祝鹏节 祝鹏节是对新耶路撒冷的享受 所以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 其实享受他做祝鹏节 就是对新耶路撒冷的享受 而这样的享受是 首先要终极完成为千年果里的出手果子 作为给得胜者的赏赐 首先是作为得胜者的赏赐 最后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 作为所有得成全之信徒 对神完全救恩的完满享受 好 那这个帮助我们能够进入 利用姊妹可以写三个词 好 这里就用在这个执事的信息里提的 这个我们今日是享受基督做祝鹏节的十季 千年果的时候我们是享受祝鹏节的应验 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就全享 我们就是在永世里全享祝鹏节 好 所以在这里其实他就是有给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在这里享受祝鹏节 就是对新耶路撒冷的享受 但今天我们享受基督是祝鹏节的十季 到那日到千年果的时候就有祝鹏节的应验 是要给得胜者的赏赐 到了永世 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 就有对祝鹏节的全享 好 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 请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两两对讲一下 五 六 七 终点 中文字幕志愿 respond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亲力思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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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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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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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指 是 是指指交通 是指指 是指指指 是指指指 神 和帐篷 祭坛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都奉献给神 那这个帐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把许多东西奉献给神 神就拿去 但是有的东西我们摆在祭坛上 神还留给你用 这些留给你用的东西就怎么办呢 只能保守在帐篷里 所以我可以用这些东西 但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不能被这些东西摸着 这些东西可以在我手里 也可以不在我手里 那弟兄说 可以加添 可以减少 这就是帐篷的生活 所以这里有我们完全的奉献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生活 但是神会把一些我们虚用的东西留给我们 但是要记得这些东西是只能留在帐篷里 可以添加 可以减少 但是呢 这些东西不能摸着我们 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摸着 可以在我们手里 也可以不在我们的手里 这就说出我们这个是帐篷的生活 好 谢谢主 那弟兄还有补充一个点 就是说到 弟兄有提到 在这里的这个第二个坛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认识了 我们要享受基督做祝鹏节 我们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就会发现亚伯拉罕他是一直的往前 他有第一个坛 他还有第二个坛 甚至他到了西伯伦 我们可以说他有第三个坛 也就是呢 我们需要有新鲜的奉献 这个弟兄在这里信息一个很强的负担 我们需要一直的有奉献 我们需要有这种新鲜的奉献 这样我们能够一直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那你弟兄在信息中说 他说如果我们的东西长了根 你搬也搬不动 放也放不下 被他呢抓住了 就不能有第二个祭坛 所以弟兄有一个很强的负担就是 我们需要一再的过这种生活 需要有新鲜的奉献 特别弟兄在那里 像很多的青年人说到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人生 把我们的未来 有完全的奉献 我记得我在这个 进到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我们就找了一群在训练的 训练过的这个一同训练的 这个弟兄姊妹 我们在那里拍了一张照 我们比一 什么意思呢 这是彰显 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一 我们就说出我们下次二的时候 要再拍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我们要继续过这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哈利路亚 叫我们一直有新鲜的奉献 好那接着 对 根据我们遇见神 哈利路亚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下面的小点 好下面的小点 我们很快的看过 六到九小点 六到九小点 可以说就是 祭坛跟帐篷的一个发展 一个发展 好我们很快的看过 亚伯拉罕的帐篷连同他所足的坛 乃是以色列人所建造之见证的帐墓 与祭坛的预表 而亚伯拉罕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 所以亚伯拉罕的帐篷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 新耶路撒冷是终极的帐篷 是神终极的帐墓 好所以当我们活在照会生活的帐篷里 我们乃是在等候这帐篷的终极完成 就是终极的会幕 新耶路撒冷 好这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里就是六到九小点 给我们看见这个帐篷 我们可以说祭坛跟帐篷的一个发展 首先亚伯拉罕他的祭坛和帐篷 就发展成为这个 以色列人见证的帐篷和祭坛 他是这个帐篷和祭坛的预表 那亚伯拉罕他过一个生活 就是在那里等候这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新耶路撒冷 所以他的帐篷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 新耶路撒冷是这个终极的帐篷 那在我们的应用上 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活在照会生活就是这个帐篷 我们活在照会生活的帐篷里 我们就是在这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这个帐篷的终极完成 也就是新耶路撒冷 好那接着我们可以进到这个第二大典 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量量导读第二大典 还有第二大典里面的四个终点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王萨茗 Amen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大典里面的四个终点 第二大典主要就是带我们来看 偏题的第二部分 就是基督作为那灵 所以基督是这位幕后的亚当 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 并以分赐生命并进入信他的人里面 如同活水的浆河流出来 好 那在这里总共有四个终点 第一个终点来带我们来看 关于赐生命的灵是终极完成的那灵 终极完成的那灵 所以在这个终点主要是来带我们看见 他的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是一个终极完成的那灵 第二带我们来看 赐生命之灵的成分是复合的灵 在这个赐生命的灵 灵里有许多的成分 它是一个复合的灵 那有复合的膏油 连同其各种成分所预表 第三给我们来看赐生命之灵的功用 这个功用是什么呢 就是赐生命的灵 他就是主灵 那士灵的基督 他的功用是为着信徒新陈代谢的变化 以及基督身体的长大与建造 所以这个赐生命之灵的功用 就是要使我们变化 为着身体的长大与建造 好 第四 第四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来 对那灵有这样的认识和经历 第四主要是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这样来经历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就是在于我们对那灵的认识和经历 基督若不是赐生命的灵 我们就无法在神的经轮里 对神有任何经历 所以第四大点强调我们要经历 第四终点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第二大点 给我们看见偏题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基督作为那灵 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 他借着复活 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 他为了要分赐生命 进到信他的人里面 就能够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 而这个赐生命的灵 他乃是终极完成的那灵 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 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并且这个赐生命的灵 有它的成分 这个成分就给我们看见 复合了许多的成分 所以它是一个复合的灵 由复合的高油 连同各种的成分所预表 而这个赐生命的灵 有它的功用 这个赐生命的灵就是主灵 就是士灵的基督 是为着信徒新成代谢的变化 并且也是为着身体的长大和建造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来经历那灵 这该是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要对于那灵有这样的认识和经历 阿们 好 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两两对讲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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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终点说到我们需要这样来经历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是在于我们对那灵的认识和经历 基督若不是赐生命的灵 我们就无法在神的经文里 对神有任何经历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 第一终点里面的这个内容的部分 好我们先来看几处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先翻到最前面 约翰福音七章的三十九节 这里说到那时还没有那灵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那我们可以翻到六十四页这里 那耶稣是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呢 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四页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 这里说基督受这些害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是在受这些害 就是他丁死复活后 他进入他的荣耀 所以在复活时就是荣耀 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认识 主耶稣在丁十字架并复活以前 还没有那灵 也就是还没有终极完成的灵 好这就是第二小点这里给我们看见的 好那既然在这里有提到一个叫做还没有那灵 所以呢丁庸就帮我们把这个给我们看见 三一神他是这样子的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所以我们就要认识第一小点这里所说的 那时还没有那灵 也就是说后来有了那灵 所以呢这个那灵他是终极完成的灵 是经过了他的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丁十字架复活的过程之后的三一神 好所以呢在这里的发表呢他是这样 那灵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好就是第一终点这里所说的 好那我们翻到后面 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 三一神他成为那灵 所经过的过程是经轮的事 是为着他的分次 不是素质的事 三一神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在为着他的经轮为着他的分次 他经过的过程 好所以呢第一小点就是说 经过过程是指三一神在神圣经轮里所经过的步骤 终极完成指明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 所以终极完成的灵就函是神的灵已经经过过程 并成为终极完成的灵 好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经过过程是指所经过的那一个步骤 终极完成就是呢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 所以至终他就成了这个终极完成的灵 好那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在主耶稣丁十字架兵复活以前 还没有就是还没有纳灵还没有终极完成的灵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要认识 其实主的灵是从起初就有了 但纳灵就是基督的灵 耶稣基督的灵 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的时候还没有 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那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得着荣耀 就是我们刚所引的那个经文 主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 借着这得荣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 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 好那这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所以这就是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 在复活里成了次生命的灵 所以从那时起 耶稣基督的灵就兼有神圣的元素 和属人的元素 包含了基督的成为肉体 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实际 好这就给我们看见 那灵这个终极完成的灵 是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好因为在这里有给我们看见 借着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 带我们来揭示给我们看 好那接着我们来到第三小点 第三小点 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来宣读 在复活里将终极完成的灵 作为圣旗摧入本土里面 好在主复活以后 他就成了这个终极完成的灵 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二节 这里说 向他们吹入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所以在约翰福音这里二十章 就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在复活里 他就把这个终极完成的灵 吹入门徒的里面 吹入门徒的里面 好所以约翰福音就启示 基督成为肉体做神的羔羊 并且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 以此他在复活里 将他自己作为终极完成的灵 吹入门徒里面 好那接着我们继续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二节 这里说到你们受圣灵 好请把这一节呢 跟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 我们可以参照一起来看 就是呢我们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 那里说到 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 好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 前面七章三十九节说到要受那灵 后面这里说到你们要受圣灵 所以也就是在七章三十九节 那里至终这个那灵 就终极完成的灵就吹入 他们就受圣灵 就吹入门徒的里面 好所以他是那灵就得以吹入门徒里面 他是那灵 他就能活在门徒里面 使门徒也能因他活着 并与他同活 他就能住在门徒里面 使门徒也能住在他里面 好这里给我们看见呢 这里就有说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当我们这样的经历 那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与他同住 我们也能够与他同活 互助同活 能够住在他里面 他也能够住在我们里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影经 约翰福音15章4节说到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好然后约翰福音前面 约翰福音14章19节说到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好14章20节就说到 我在我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这里给我们看见相互的内住 好那这里为什么他会把 这个重要的这件事 这么重要引进来呢 好因为呢 当我们这样子的经历 这个终极完成的灵 享受这个终极完成的灵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与他互助 成为一个相互的住处 好这个相互的住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祝彭节的实际 好其实这就是祝彭节的实际 就是神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这就相互的内住 好其实这就是这一篇前面讲到 基督他作为这个祝彭节 好所以将自己吹入门徒里面的基督 乃是赐生命的灵 好谢谢主 好那接着我们来进到第二终点 第二终点说到赐生命的灵的成分 它是复合的灵 由复合的高油连同其各种的成分所预表 好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里的影经 初爱集记三十章 二十三节这里有说到流子的墨药 后面说到香肉桂 接着香仓谱 后面有二十四节说到桂皮 后面又说到橄榄油一新 然后二十五节就说到要把这些香料按调制香品者之法 复合成香品做成圣膏油 好这就是复合的圣膏油 好那在这里有一新的橄榄油 还有四种的香料 好那这里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橄榄油就表征带着神性之神的灵 墨药就表征基督宝贵的死 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 仓谱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 而桂皮就表征基督复活的驱逐能力 好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复合的圣膏油 那其实就给我们看见里面有神性 有人性有基督甜美的死 基督宝贵的甜美与功效 也有宝贵的复活还有复活的大能 好所以这里有这 可以说这就是全备的供应 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三终点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读第三终点 好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引经 灵后三章十八节这里说到 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 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好这里给我们看见变化 好灵前三章六节这里说 唯有神叫他生长 所以这里有生长 三章九节下说到你们是神的耕地 耕地是为着植物的生长 好所以就是生命的长大 后面说到神的建筑 就是说到建造 好所以这里是为着长大与建造 好后面呢就说到在这根基上建造 然后以福所述四章十六节这里说到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好那最末了我们来读一同来读第四终点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于我们对那里的认识和经历 基督若不是赐生命的灵 我们就无法在经伦里对神有任何经历 好那这篇信息呢 其实就是要带我们认识 我们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祝鹏节 并且呢主是借着在祝鹏节那个节期的末日 揭示他是那里要进到门徒的里面 并且要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呢我们是借着看见认识经历他是祝鹏节 我们就享受那里 而这个那里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 要与我们同住 其实就是产生那个相互的住处 所以呢至终我们就借着经历并享受那里 我们就有祝鹏节的实际 那这一篇其实是非常的享受的一篇 那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在这个信息中 弟兄有非常强的话 要带我们能够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再的看见我们是在那里要需要更新的一再的奉献 并且我们在地上是客旅和寄居的 我们要过一个帐篷的生活 并且我们其实就是盼望那个有根基的城 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是盼望至终我们实在是要进到新耶路撒冷 真实的并且能够永远的享受这个祝鹏节 阿们